作为一个十八线小狐咖 要学会紧紧抱住金主大人的大腿 满足金主大人的任何要求 金主大人喜欢睡不着 叫听我在旁边打呼噜 心情不好会送我去蹦极 哈哈 正当我在综艺上摆烂时 发现我竟然上热搜 原因竟然只是从头吃到尾 我是十八线小狐咖 上综艺基本上都不给镜头 于是我摆烂了 在美食综艺上大吃特吃 结果第一期播出以后 有人发现我竟然从开始吃到结束 全程不说一句话 角落里那个在不停的吃饭的是谁啊 好可爱 塞帮子满满的跟松鼠一样 导演 快给他镜头 哎呀呀呀 怎么会有人从开始吃到结束啊 哈哈哈哈 我要看美妮姐姐吃多 看起来吃得好香 我饿了 一觉醒来 电话都要被打爆了 看着周延十几个未接电话 一下子就清醒了 我出钱让你进的综艺 你就这么不在乎 电话那头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周延 我的金主 没等我回复 他又说到今晚来我家吃饭吧 你吃的的确挺香的 他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独留我一人凌乱 Excuse me 周延 我的金主大人 有着奇怪的癖好 喜欢睡不着觉时 让我在他旁边呼呼大睡 打出呼噜为最佳 喜欢烦躁时 送我去蹦极 在一旁听我的尖叫 我真的双Q 现在应该在家一条喜欢吃不下饭时 看我在旁边跟猪一样宣反 这就是我的金主 不涂我身子 涂我打呼噜 饭猪瘾 金主的要求我当然要满足 关掉手机后 我便精心收拾自己 饿了一整天 晚上带着犹如黑洞的 喂去了他家 一开门 看着桌子上琳琅满目的 食材我的唾液 疯狂的分泌 周延坐在那里 灯光打在他的西装上 透露着一股优雅的气息 他慢条丝里的切着牛排 随后手指一顿 惊恐的看着我 哦 我慢慢咀嚼着 戏里念叨到看来一口 吃半个牛排的艺术 对你来说还是太超前了 随后便放慢了吃饭速度 周延只吃了一点便不吃了 撑着下巴望着我 我早就习惯了 大快躲说后 我拍了拍满足的肚子 今晚需要在你旁边睡觉吗 周延刚要张嘴说话 我打了一个战耳欲聋的宝格 你相信吗 你能在一个人脸上 看到裂开的情绪 我在出租车里对着司机说道 小姐 土车上二白 我不想要这种情绪司机 警惕地回答我 我有酒气 哦 的确 我看到桌上有一瓶 价值不菲的红酒 就光明正大的喝了 还挺好喝 准备拿回家好好品味一番 还没来得及 那就被周延赶出来了 他甚至都不像以往一样 开他的车送我 嘿 男人 手机发来通知 安姐 综艺反响不错 明天镜头会多 记得好好表现 安姐是我的经纪人 但很少管我 我在公司算是自生自灭的状态 他还有一个艺人是当红明星 安姐整日为这个艺人跑来跑去 因为这个艺人很喜欢和别人死 每次都是安姐给他擦了屁股 这么一想 安姐也挺惨 两个艺人 一个惹穿天 一个胡穿地 第二天到综艺现场时 我发现我竟然有了 专门跟我的摄像机 我对着摄像机打聊了半天 傻笑着问导演 这个摄像机是跟我的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我便手舞足倒了起来 好好地对着摄像机 发了一波细影 大家好 我是一口能吃三个小朋友的许乐 欢迎大家多多投喂 聪明勇敢有力气 我真的羡慕我自己发疯了好一会 看到导演欲言又止的表情 我突然想起来 他在群里说 今天情况有点特殊 导演 你今天说的特殊情况是啥 不同于往期的录制 今天是直播 我定在了原地 哈哈 那我们导演捂住了 他快要笑出声的嘴 已经开始录制了 我赶忙去看 果然满屏的弹幕 哈哈哈哈射死现场 哈哈哈哈 扶本宫起来 本宫还能笑 笑得满地找头 找头的那位姐妹 给我也找找 组团却投喂百分之一 正当我羞愧的无地自容时 林奕奕走了进来 背对着摄像机 对我翻了个白眼 比了个口型 哗众取宠 导演连忙迎了过去 许多摄像机都转向他 奕奕你是我的神 清田可人林奕奕 啊 他还是那么美丽 嫁给我嘶哈嘶哈 林奕奕可不是好惹的人 清纯的外表下 是蛇蟹心肠 有次助理戴了一条 白色的围巾 他不喜欢 竟然就拿那个围巾 为助理的脖子 还有一次助理忘记带东西了 他竟直接将助理 推到游泳池里 耍大牌 辱骂工作人员 早就是常态 我还是不要惹他为好 我悄悄地溜到了角落里 对一旁的蛋糕下了毒手 不理会便看到了 林奕奕恶毒的眼神 我才发现 许多弹幕都催促着要看我 那个小仓鼠呢 给我唱歌的猪猪侠哪去了 快快 我看到了 快切到他 他又在偷吃东西了 哈哈哈哈 林奕奕勾唇一笑 慢慢地向我走进 许乐 上综艺可不能偷懒 只是在一旁吃哦 别人可都在帮忙的 林奕奕的粉丝也在说 是啊是啊 来上了综艺 怎么什么活都不干 只在旁边偷懒啊 就是就是也太自私了 奕奕都在干活 他凭什么不干 他以为他谁啊 明明是没有人理我 没有人给我镜头 我主动去帮忙 还想我抢了戏份 我才在这里坐着的 怎么现在又成了我懒惰至极 我生了个懒腰 我是废物 我要躺平 随后便躺下 不再理会林奕奕 不一会我发现 跟我的摄像机 有一个变成了两个 怎么回事 躺平 哈哈哈哈 第一次见有人摆烂得 这么彻底 快快 多给点机位 我要看他 善斑摸鱼躺平 话说 本来哪些活都不需要干 谁想去表现 谁干呗 就是就是 感觉林有点 到的绑架了 我看着林奕奕的脸色 一点一点的沉下去 心情舒畅 又消灭掉两个小蛋糕 随后他叫停了录制 突然对我全打脚踢 你一个小胡咔 有什么脸在这里跟我说话 我也不是吃素的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他想挣扎 发现挣扎不动 毕竟 我刚吃了两个小蛋糕 力气大着呢 你也配 我告诉你 你也只是因为这个火一把 什么后台也没有 很快就会又胡 到时候连给我提鞋都不配 林奕奕对着我恶毒的骂道 真是没经历过毒打 一个18线的人 也敢跟我叫板 明天你最好别来录制 我有的是办法弄你 突然另一个声音传来 哟 这是录制现场呢 我以为我进了黑社会的窝了呢 不是吧 不会真的有人拿他那几部 平分地出天际的偶像剧当宝啊 我抬头看去 眼睛瞪的老大 秦玉明 就是让安姐头痛万分的当红艺人 导演说到都别闹了 开始录制了 导演喊道 欢迎我们本期的神秘嘉宾秦玉明 看着林奕奕一下黑了的脸色 和导演的怯笑 我将林奕奕的手嫌弃地丢开 我去 清纯的林奕奕对辣手催花的秦玉明 这播出去一定是妥妥的热榜第一呀 小助理在不远处向我招手 怎么了 我走了过去 安姐让我告诉你 看着点玉明姐 别让玉明姐口不择言 我回头看了看秦玉明闪着兴奋的眼睛 咽了咽口水 我保证路过的狗子 不挨两大逼都行吗 果然 第二天热搜第一 就是秦玉明敬爆林奕奕为女主角之三当三 这在意料之中 当天的盛况那是前所未见 秦玉明大气都不喘地 将林奕奕的黑历史全部抖了出来 林奕奕也不再装清纯了 那天的弹幕双方粉丝互掐 导致录制不得不中断 我美滋滋地早早下班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离谱的是热搜第二怎么会是我 祝小夕吃瓜表情包 我点开 清一色的都是哈哈哈哈 我忙给周延打电话 周延 你这是讲义气 说吧 花了多少钱 等我挣钱了以后加倍还给你 我没有看错你啊 我的眼泪都要躲晃而出了 热搜第二这个多少钱啊 嗯 周延的声音染上笑意 我等着 我还有会周延挂电话 我给他发了个消息 所以热搜第二是多少钱 让我开开眼界 晚上周延才给我发来消息 我没买热搜 附带一个我的吃瓜表情包 下楼 哦 我是实打实地上热搜了 我整个人都被一股巨大的幸福感包围 即便是坐到了周延的车上 我都感觉晕乎乎的 周延 我没做梦吧 周延看了我一眼别骄傲 可能他自己意识不到 他弯着的嘴角是多么明显 我打开手机继续沉浸在其中 等等 我扫了一下热榜 热榜第七 竟然是我早年的舞台视频 我早年可是女团的主舞 结果没有钱买服装 没有钱搭建漂亮的舞台 最后几散了 一些已经退出娱乐圈了 一些像我一样 拼命地在娱乐圈闯荡 结果也只是十八线小狐咔 姐姐原来跳舞这么好看 发现宝藏 爱了爱了 姐姐唯一在我的心巴上了 看着这些弹幕 我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周延看 我抬头 发现周延向我靠近 我甚至都能感受到他的鼻息 脸瞬间变得通红 咔哒 掀起好安全带 再欣赏你的成果吧 周延做了回去 也对 我就拿着手机黑黑傻笑 一会又愁眉苦脸 周延 我的身材没有出道钱好了 是不是要少吃饭啊 周延没有出声 车在路边停下 周延神色认真的看着我 我觉得不需要 也没有标准的定义 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就好 周延的话仿佛有魔力一般 围绕在我的脑海里 我感觉浑身轻飘飘的 当然 如果你为了舞台效果 可以去跑步健身弄醒了 周延又多了一项乐趣 喜欢看我气喘吁吁的围着操场跑步 在观众台上 每次结束都是衣冠整洁 举止优雅的他 提着头发散乱 气喘吁吁的我 每次他会在我不想跑时 拿过他的手机让我看 你的舞台这样设计吧 这是定制的服装 这个化妆师怎么样 这要多少钱啊 看着华丽的阵容 我叹了口气 辛苦你了 腿 终于 有一档节目邀请我去他们那里表演 自从我火了后 有许多综艺 像抛出了橄榄枝 安姐建议我 你现在如果不想走综艺咖 想实大实的火的话 必须趁这个机会 出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当然或者有风险 我点了点头 整日苦练舞蹈 时间很短 我要在观众们尚未遗忘我的时候 绽放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烟花 由于很久没有练 过程相当痛苦 有一次哭被周炎撞见了 实在不行 就去拍戏 我投资几个 你去做女主角 我摇了摇头 其实我想再看看 再是一次 靠我的舞蹈 能不能吸引大家 在刚出道的时候 一直拼命地跳舞 只要有机会让我在舞台上跳舞 我都会全力以赴 可惜娱乐圈不需要汗水 需要钱 梦想在这里显得尤为可笑 我记不清为了上台跳舞 我求过多少人 遭过多少冷嘲热讽 在没遇到周炎时 我上节目在努力 只有一两个片段 甚至有一次完全没有我的片段 有当红艺人不爽骂我 甚至伤我 我都只能忍着 为了一个上节目的机会 不善饮酒的我每次 都会在马桶上吐到怀疑人生 娱乐圈对胡咖不友好 对女性胡咖更不友好 他们会故意把酒扑到我的胸上 眼光肆意地打亮那里 去过厕所后的酒我也不会再喝 有一次一个节目的导演 趁着喝酒 想要把我往酒店里的房间拽 我正拖跑了出去 街上真冷 我也只能独自在角落里哭泣 所有的委屈都只能忍着 在我快要放弃时 周炎找到了我 说可以为我提供资金 只要我满足他的要求就可以 再试一次吧 我想再试一次吧 在表演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有想 全身心地投入到舞台中去 曲弊 安静了两秒后 全场的欢呼声将我淹没 我抬头 周炎在VIP位置看着我 眉眼温柔 那一晚我再次冲上热搜 位居热搜第一 肌肉线条 嘶哈嘶哈 今晚做梦素材就塌了 姐姐球推倒 舞台流泪的视频 也冲上了短视频的热门 靠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一人身上 看到信念感这种东西了 呜 他努力了五年啊 我拿着手机翻看着评论 一直休长的手捂住了屏幕 嘴角都要里到耳根了 吃饭吧 先周炎无奈地看着我 周炎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这个股票你买得不亏 不久之后 我的代言会接到手软 周炎看着我笑到我等着 林烟烟也发了一条微博 一切的偶然都是早有预谋 简单一句话 将我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 许多我代言的商品要求与我解约 我还要赔付大量的违约金 周炎说他会处理 可是一连两头都没有了他的消息 安姐那边也为了这件事 忙得脚步沾地 宇明杰已经在微博上 跟林烟烟互撕了 我看他的微博也逐渐沦陷 还以为你挺耿直的 原来你也是一个为小三便解的家伙 分转黑 我哭着跟宇明杰打电话 宇明杰 算了 没必要为了我 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 深圳不怕影子鞋 怕他们干嘛 别低估我四驱一姐的实力 谎言永远比真相先行 已经有大V开始批判我了 就算他们知道真相 为了不打脸 还是会选择沉默 有一天 一群记者冲进了我的家门 许多摄像机对着我 闪光灯晃的我睁不开眼 祝小夕听说你这几年 一直在给一个神秘富豪当小三对吗 听说你知三当三 可是有人半夜 拍到你半夜 去了一栋别墅 记者紧追不舍 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我已经报警了 周延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人群沉默了一瞬 突然一哄而上 围住了周延 请问你 我说了 这是私闯民宅 已经报警了 麻烦你们退出去 周延说道 眼里冷得吓人 突然来了一群人 将记者隔离在外面 经历了太多 我瘫倒在了地上 周延将我抱到了床上 你好好休息 剩下的我都会处理 对不起 害你这么麻烦 周延是我的谁 我说不清 在我眼里 我们明明只是契约关系 他给我提供金钱 我满足他的要求 经历了这件事 周延完全可以将我踹了 那几天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他又突然回来了 是不是我在他心里 是特别的 我不敢想 更怕周延会再次消失 身体突然跌入到 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不是你的错 不需要道歉 他在我的额头上 落下了一个吻 笨蛋 周延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说我是他的未婚妻 帮助未婚妻 理所当然 他说道 我又一次上了热搜 周氏集团长子 和小胡咔的神仙爱情 配图是我跳完舞后 望着他微笑 不知道是被谁拍下了 周延从不跟我说 关于他的事情 我也不问 只以为他是一个 有着特殊癖好的有钱人 看到关于周延的报道 我才知道 周延竟然是市值 上一公司董事长的儿子 那天之后 关于我们的事迹 被媒体大肆报道 十分里面有九点九分 都是假的 什么一见钟情 什么豪门虐恋 我像刷小说一样 刷着这些报道 你看 这也太扯了吧 为了我和父亲吵翻 差点放弃千万财产 周延拿着电脑 在敲打着什么 好一会才回应我 至少有一点是真的 什么 我喜欢你 我一下子将在了那里 认真的 他合上的电脑 看着我认真的 你出事的那两天 我想每分每一秒 都陪在你的身边 可是我必须要去给你一个 堂堂正正的名分 我大脑显示信息过载 我将在了那里好久 他那两天没在 是去说服家里人要娶我 娶我这个小狐咖 怎么不喜欢我 见我没反应他 略带委屈地看着我 我的头摇得像波浪鼓 不不不 那你答应我吗 他的脸越来越近 我还是推开了他 我有点困了 明天再聊 随后匆匆离开 我还是没有勇气问出来 为什么是我 一个被生活扑饿过人 对这种毫不所求的感情 有些茫然